我们知道四边形ABCD是一个正方形 从中我们得知它的四个边是等长的 以及所有的内角都是90度 同时我们知道FG是BC的垂直二等分线 所以我们已经证明了它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90度角 但是它也等分了BC 所以这一侧的长度与另外一侧相等 然后题目告诉我们胡AC是位于上方的一段曲线 胡AC是圆B的一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以B为圆心的圆 所以这是圆的中心 这是圆的一部分 在圆的左下角给出这样的信息 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题目中提出的问题是求出角BED的大小 所以BED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就是BED 所以我们需要求出这里这个角的大小 在这里我鼓励大家暂停一下 然后尝试求解 或许你可以在这里暂停 然后尝试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求解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点提示 如果你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 然后你应该在这个提示之后再次暂停 尝试着画出一些 可以将这个角分成若干个角的三角形 这样可能会变得容易一些 你可能会使用我们知道的关于三角形的知识 在这之后我会演示如何解答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暂停 如果你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自己独立完成它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圆 所以B点 与这段圆弧上任意一点的连线 等于这个圆的半径 所以AB等于这个圆的半径 BE等于这个圆的半径 我们可以不停地画出其他的线段 它们的长度都等于这个圆的半径 BC等于这个圆的半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片刻 许多难度较高的几何问题 其实都是围绕着画出正确的辅助线 或者想象出正确的三角形 我在这里画一条线可能会让大家 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豁然开朗 连接线段EC 要画的尽可能的值 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的 所以这就是线段EC 现在一些东西开始变得有趣了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 三长形EBG与ECG的关系是什么 它们共同拥有了一条边 就是这边的这一条 它们共同拥有边EG 然后BG是等于GC的 然后它们都有一个90度的角 它们在这里都有一个90度的角 在这里有90度的角 所以你能看到边角边 这里的边角边 这里的两个三角形是全等的 所以我们得知三角形EBG 和三角形ECG是全等的 在三角形ECG中 我们应该强调的是C而不是E ECG是由边角边得到的全等 由边角边得到 而全等也告诉了我们所有对应的边和角 都是彼此相等的 这告诉了我们在这里 EC与EB是相等的 EC等于EB 所以我们得到了EB等于EC 所以我们得到了EB等于EC 哪条线段的长度也跟它们相等呢 我们再次发现这就是这个圆的半径 BE的长度等于从圆心到那段弧的距离 也就是一倍的半径 BC同样也是 它的长度也是圆心到弧的距离 所以BC的长度也等于这个值 所以我可以画出另外的三个部分来 我是说直线的整体 而不是其中的某个线段 我是说BC的整体 所以这边的这个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呢 三角形BEC 三角形BEC是等边三角形 等边的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三个边是相等的 从中我们得知它的三个角是相等的 这也告诉了我们的角BEC的大小是60度 我们尚未解决这个问题但已经很接近了 在这边角BEC的大小是60度 这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角BEC是角BED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可以计算出角CED的大小 如果我们可以计算出这边这个角的大小 然后我们再加上60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了整个角BED的大小 让我们想一下怎样才能求出这边的这个角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系列有趣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这边的这个长度等于圆的半径 我们也知道位于下方的这个长度 而这里是一个正方形 我们知道下边的这个长度是等于上边的这个长度的 就是说这些的长度都是相等的 并且这个长度等于圆的半径 我们已经画出了这三条斜线 BC的长度与那个长度相等 所以四个边的长度都与之相等 因为这是一个正方形 让我把这个写下来 我就这样写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正方形 我们知道CD等于BC 而我们已经知道了BC等于EC 而EC等于EB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发现 这两者的长度是相等的 而这也是它为什么有趣的原因 这样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这个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而任何一个等腰三角形中 如果你知道它的两条相等的边 那么它的两个底角就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无论这个绿色的角是多大 这个角都与它等大的 所以就这样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这边这个角的大小了 我们可以从180度里减去那个角 然后再除以2得到这两个角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怎么计算出这个角呢 我们知道位于上方的这些角度 我们可以计算出这边的所有角度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所以这边的这个角一定是60度 这个是60度 而这个也是60度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写下 这与角BCE是相等的 角BCE的大小 所以这个角是60度 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这边的这个角是一个直角 那么角ECD的大小是什么呢 这边这个角的大小是多少呢 我用一种新的颜色标出来 这边的这个角一定是30度 所以那个角是30度 现在我们可以解除这个问题了 可能你已经知道 我们要来解除这两个底角了 如果我们设这个为X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相等的 我们得到X加X加30度 而X加X加30度 是等于180度的 也就是说三角形的内角核是180度 所以我们得到了2X加30度 等于180度 现在两边同时减去30度 我们得到2X等于150度 两边同时除以2 你就会得到X等于75 我们得到了X等于75 现在我们已经接近终点了 我们必须要计算出角BED 设那个角为C 那么X与角CED的大小相等 所以角BED等于角CED加角BEC 也就是60度加75度 所以这就将会是 准备好清楚结束了吗 这就等于75度加60度 我们得到了135度 这样我们就解除了这道题